2024年4月13号台中市平地原住民议员即将进行补选 登记第三号的吴军 3月31号在南屯区举办造势大会之后 人气士气跟支持度都大幅提升 吴军说为了表达对原住民文化的关心 这次他以实际行动参选议员 就是要为主人打拼 虽然他气势如虹 以最大的诚意跟努力自在必得 但是面对复杂选情 也要谨慎小心加强监票工作 达成公平公正的选举目标 希望这次我们的选举平安 因为过去有很多不好的选举 希望这次我们的监督小组 也会强力来监督所有的投开票数 希望大家来支持吴军 3号万事OK 绝对OK 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吴军 也是立委黄仁的子弟兵 立委黄仁说 吴军20多年来争取原住民福利 弘扬原乡文化 透过拍摄影片跟艺术传媒的方式 不断地努力 这次大家都看好他会进入台中市议会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补选的过程里面 然后公平公正 而且在呼吁选务单位 包含我们所有被派任的监票人员 一定要监督监票 然后以防有做票行为 虽然在10天就要补选投票了 但是因为今天发生403大地震 吴军也暂停所有的选举活动 回到原乡为原住民乡亲服务 特别关心在地方的灾情 包含公路的道路的崩塌 还有房屋大楼的崩塌 也许有很多生命危险的乡亲 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 还不到50岁的吴军 热情 积极 善良 又有活力 他希望能够当选议员进入台中市议会 继续站在监督市府的立场 以实际的行动 保卫原住民土地跟居住正义 提升生活跟教育的权益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